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友谊说二,小二的宠粉们,我又来了,订阅小二,娱乐资讯一网打尽,张衡又爆大瓜了,话说这张衡和郑爽还真是不消停,18日下午张衡发文,说执勤的一些诽谤是假的,不是网传的诈骗借高利贷,逃避债款,携款潜逃至美国,而是因为必须照顾并保护两个年幼无辜的小生命,并且在文中张衡提到两个孩子一岁零一个月, 张衡与郑爽分手也就是一年的时间,那就是孩子刚出生不久,俩人就闹分手,那么问题来了,这两个孩子与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,难道是因为张衡花着郑爽的钱又出轨,导致郑爽察觉出了端倪导致的分手,谁能容忍跟自己谈恋爱的时候,男方还导致别人怀孕,所以才有了一系列张衡的负面新闻,这也只是猜测,广大网友可真是强大,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,两个孩子其实是郑爽和张衡,热恋期在美国代孕的孩子,小二很是震惊,两人在美国打官司难道是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吗? 但是小二细细的品了一下,如果是张衡出轨或者脚踏两只船,她真的不至于说两个孩子的事,要抱出来应该由郑爽抱出来才对,而且呢,这样就对孩子好了吗? 本来大家不知道孩子的事,张衡还要专门发个文,抱出两个孩子,这样真的能保护了孩子吗? 怎么感觉有种破罐子破摔呢? 看来这俩孩子与郑爽是真的有关系了,早在九月份就有人说,郑爽与张衡在美国代孕了两个孩子,而且郑爽还把孩子丢给了张衡,更是有网友愿意承担法律责任,说郑爽就是代孕。 有媒体联系到她朋友,对方回护称,她确实是在美国这边在照顾两个小朋友,然后也因为郑爽女士并没有配合很多的法律程序,导致她没有办法让小朋友合法的回国,所以她也回不来,张衡在那边的心理压力非常大。 随后,张衡朋友提供了张衡与两个小孩的合影,以及疑似郑爽张衡孩子出生证明,据张衡朋友提供的两份文件,一份内华达州人口记录出生证明显示,女童出生时间为2020年1月4日,母亲现用法定姓名,爽症年龄28,父亲现用法定姓名,恒章年龄29,父亲生日为1990年2月16日, 一份科罗拉多州人口记录出生证明显示,男童出生时间为2019年12月19日,母亲在第一次结婚前的名字为爽症,因而出生时母亲的年龄和母亲出生地未显示,父亲姓名为恒章,父亲出生地中国年龄29,此外有网友在美国,联邦法院系统查询到郑爽和张衡的纠纷案,将在2021年3月22日开庭,Dissolution解除婚姻关系。 Permantan Adors差不多是离婚案终审,这可跟小二没关系啊,我只是个大自然的搬运工。 这个瓜真是够大的,小二有点吃不消,也希望俩人的事赶紧尘埃落定。 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他俩的时间线,2018年7月,郑爽张衡被拍到举止亲密,二人恋情曝光。 2018年8月22日,郑爽自曝收到张衡的礼物,填称其你们嫂子。 2018年8月28日,张衡首次公开承认与郑爽恋情,维护女友及其粉丝。 2018年9月13日,网友日本偶遇郑爽张衡出行。 2018年9月25日,郑爽首次公开谈男友张衡,大方分享二人的日常趣事。 2018年9月26日,郑爽首帅与男友张衡合影秀恩爱。 2018年12月9日,网友偶遇郑爽张衡买房,郑爽妈妈否认女儿已领证结婚。 2018年12月23日,郑爽与男友合开公司,出资68%,张衡任执行董事。 2018年12月26日,张衡否认吃软饭质疑。 2019年1月31日,网友美国偶遇郑爽张衡度假。 2019年6月14日,张衡为郑爽发布律师声明,是网络暴力。 2019年6月17日,郑爽回应秀恩爱托粉,我爱张衡,张衡爱我,就是秀了,你不爱看没人逼你。 2019年8月11日,郑爽称和张衡在一起后,感觉比以前更有安全感了,张衡自曝曾不喜欢他。 2019年8月22日,张衡称郑爽在生日会呈现,一起来看刘欣宇,是自己安排的。 2019年9月5日,张衡回应软饭男争议,做小爽的经纪人和一起开公司等,都是小爽的愿望,自己想帮他完成。 2019年9月20日,张衡在女儿们的恋爱,对郑爽冷包丽颖争议。 2019年10月3日,郑爽爆料张衡追求自己时,给自己微信发长文,还跑遍北京城买花送到剧组。 2019年10月17日,郑爽在女儿们的恋爱与张衡发生中职,崩溃痛哭,就有点委屈,身为我的男朋友他应该理解我。 2019年10月21日,郑爽在女儿们的恋爱给张衡留下信后,提前离开,信中表示,希望好好考虑一下两人的关系。 有网友更爆料称,郑爽张衡分手,郑爽开发的互动软件也被爆将关闭。 2019年12月18日,新浪娱乐从多个知情人处获悉,郑爽和张衡已于早前分手,并透露两人分的并不友好,已有经济纠纷,可能会诉诸法律。 2020年1月郑爽起诉张衡,2020年9月张衡被限制高消费,2021年1月张衡被爆,已经无资产可执行。 2021年1月18日,就是到今天了。 好了,本期的瓜就到这里了,记得点赞订阅关注我,我们下期再见了。